MAKE UP COLLECTION 眼影篇 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就要繼續我的MAKE UP COLLECTION 眼影篇下集 上集就跟大家說了一些很有歷史性的眼影 一些十年前一些風魔學生時代的眼影 都可以放到現在跟大家介紹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厲害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那種悶悶回憶的感覺 今天就繼續介紹其他的眼影 甚至乎有一些COLORPOP的collection 究竟我有多少COLORPOP的眼影 一會兒就會揭曉 事不宜遲我們開始 來到下一盒 就是一盒Revlon 應該都是去年還是去年購買的呢 這一盒我自己覺得 顏色很漂亮 但是因為太幼了 他們更幼過手指是比較難拿的 而且顏色看起來好像很適合用 但全部都不知道為什麼很濃烈 所以反而又比較少用 而且粉質我覺得還好 Anyway我就很少用到這一盒了 然後我就看到一盒很有趣的 就是Maybelline 這一盒你見到的顏色也是匪夷所思 這一類型的粉質藍灰色 我真的完全無法搭配 不過擁有這一盒的過程也挺搞笑的 是我媽媽逛逛街 Maybelline送給她 然後她很開心地打給我說 唉唷 我有盒眼影可以送給你 然後回來之後看了顏色 謝謝媽媽 我完全沒有用過 然後就到I'm Mimi的這盒眼影盤 這個牌子應該切出了香港 那時候有Youtuber介紹過這盒眼影 我去到韓國就衝了去買 是覺得很漂亮的 顏色很實用的 但是它是一個鮮紅色 而且那時候是很流行的紅色眼影 我用完之後覺得很漂亮的自己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用了這盒 用了這顏色之後 我原來對紅色眼影敏感的 是很嚴重的 有些黃色和綠色的東西在眼上慢慢流出來 超恐怖 總之這盒我用來警惕自己的 今天終於可以跟她說再見了 但其實她的顏色真的很漂亮 說起眼咪咪 其實我還有這三盤啤牌眼影 那時候我是去他們的活動 就得到的 但去完活動之後 他們就好像切出了香港 對 那這一盒我是沒有用過 因為我自己是不喜歡用全霧面的眼影 那它是一個很實用 全部啡色 但是全部都是霧面的 那另外還有兩盒 一盒粉紅色 一盒紅色 我也是非常喜歡用的 那紅色那盒我送了給別人 然後粉紅色那盒是在長洲的 我還記得我用完這一盒敏感之後 我對這三盒是非常有警戒心的 然後再用是沒事的 我是很開心的 但是為什麼它要切香港呢 然後就是Essence這個眼影盤 它也是一個公關品 其實我真的很少收到公關品的化妝品 所以每次收到都覺得很珍惜的 但是這個眼影呢 我就覺得它真的一般的好用 無論是顏色、顯色度、粉質都好 我都覺得是一般的 但是它的價格實在是很便宜 因為Essence開架的東西真的很便宜 所以我對它沒有什麼特別要吐槽的地方 只不過我覺得它不是我喜歡用的眼影 然後Mischa的這盒眼影盤 它算是我這兩年來最喜歡的一盒眼影 無論它的粉質、顏色、所有東西都好 我覺得是很平均 而且這個顏色是用在我身上 我真的覺得蠻漂亮的 所以只要我那一天沒有任何想法用什麼眼影 又要快要出門頭 我一定是用它的 是不是很少看到眼影比我用得那麼殘 可想而知我用得它的次數真的很多 現在應該未必有得賣的 但是可以讓大家看看 就是這一盒 然後就有Apure這盒眼影 它是我去年的雷品 嘩 這個真的中菇地發毛 超級噁心啊 我覺得眼影的粉質質素 完全是可以表達到一切 就是有些眼影的粉質很好 是這麼多年都不會發毛 但是這些放了幾年就發得這麼噁心 幸好我本身也不喜歡用它 接著就到比較近期的 就是HolicaHolica的這一盒眼影 我好像最近跟大家說過 就不多說了 我這些當然不會丟掉 這些都比較新的 還有就有Apurehouse 這個是去年聖誕節的時候的一個特別版 我買了兩盒 另外那些應該是長洲 這一盒我都自己很喜歡 接著就是之前跟巧克力品牌聯成的 也是Apurehouse的眼影 它們真的很好用 我都是經常會用到的兩盒眼影 買了回來是完全沒有後悔 粉質所有東西都很好 顏色都很好 接著之後 Etohouse的長眼影 其實曾經買過一盒 物圖盤就送了給朋友 然後最近新的Rose Wine 就是在長洲的 接著還有這兩盒 最近G-Mark開箱都跟大家說過 都不說了 我最近是超級無敵 喜歡用這個Stary Dot的眼影 我覺得這個黎黃色和焦糖色的組合 是很適合夏天使用的 最近我化妝有八成的機會都會用到它 因為真的很喜歡 而且就算你不用一個深啡色做眼尾 它也是做到一個很夏日 亦很有精神的眼妝出來 所以超推介大家 接著就有SOEVA的這兩盒迷你眼影盤 我還記得很久很久以前 我是做過G-A-Way 不知多少千訂閱的時候 是送給觀眾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一盤 比較黃昏藍瓜色的 對 不知道那時候收到的朋友 現在還有沒有保持它們呢? 然後這一盒就是我今年在澳洲的時候買的 對 我自己覺得它真的超級漂亮 而且有幾種顏色 它是做了那些雲石紋 總之那時候一看到就愛上了 馬上買回來 我記得是不貴的 大約二百多元就買到的了 最後我現在不是很常用 但是偶然都會用其中的顏色來做配搭 這個就是MECA這個牌子 我覺得它的防曬比眼影好用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都沒有後悔買了這一盒 好了 輪到最後一堆的眼影盤 還有一堆單石眼影 還有一些liquid的眼影 我希望可以不要太長了 我不希望上下集都超過20分鐘 那呢 這裡就是我最多的了 擁有就是colourpop的眼影盤 其實不是我的全部來的 有些是長洲 也有很多送給朋友的了 因為我真的用不完 其實colourpop的眼影盤 我覺得現在出到 已經有少少乾爛才俊了 它現在那些已經沒有好像以前那樣吸引我 一出就馬上衝去買了 那我擁有過的就是 這一盤 有兩盒好像有拍過 開箱的就是NUDE這個系列 因為我很喜歡它們的碎髮 裡面的花花圖案 但是呢 我覺得這三盒都不算特別 很喜歡很好用的 之後就有這個 California Love 對 一個很漂亮 好像沙漠一樣的顏色 我自己就很喜歡的 然後就有這個Whatever 對 這一盒是colourpop這麼多盒眼影 我自己最喜歡的一盒 對 我都經常會用到它 但是呢 夏天來說我覺得太濃烈了 所以呢 都是冬天的時候比較適合的 然後就有 You had me at hello 對 這一盒是有鏡的 好像是唯一一盒有鏡的colourpop眼影 不知道現在那些還有沒有呢 但它的顏色是不好用的 對 你雖然看上去好像很實用 但是你上到眼睛的時候 就覺得它們 不漂亮 對 效果 然後就有這一盒 Yes please 就是它們很原早的眼影盤 對 如果你是很久很久以前 Follow開colourpop的話 應該是它們出的第一二盤 我買回來真的收藏 好像沒有怎樣用過 但是真的看上去很紛紛很漂亮 然後就有這個 GOLDEN STATE OF MIND 就是全部都是閃粉的眼影 其實它們很多的閃粉 都是用來打底也好 然後放在眼中間也是很適合的 除了有這一堆的眼影盤之外 我還有一大堆的單色眼影 我手上有十多粒的colourpop單色眼影 這款單色眼影它們叫做SUPERSHOT SHADOW 就是那時候比較創新 質地比較特別 好像泥膠軟綿綿綿的質地 你會看到它們的貼服程度是非常之好 然後延展性也是很漂亮 我最喜歡的顏色就是這個GORING ROUCH 這盒你看到好像很新鮮 是因為它是我用到的第三還是第四盒 還有這個T PARTY也是很漂亮的 但是因為它們放得久 它們會開始硬 硬到一個程度就會好像這一盒一樣 碎了 之後colourpop我還買了另一個質地 是一個啫喱質地的單色眼影 我真的搞不定 它裡面是一坨的東西 現在是乾了 所以還是固體 那時候剛剛買回來 裡面很流離朗蕩 我完全無法處理 而且顏色 因為比較深的古銅紅色 所以那些份量很難拿捏 我就完全沒有用過 我買了一盒之後 好了 說起這個質地 另一個奇怪的質地 就是KIKO這個單色眼影 鏡頭前應該很明顯 它是一個絨毛 不是髮毛 它真的是這個質地 然後你摸下去 它真的很奇怪 它是一個絲絨面 應該是某一年的冬天限量版 其實我自己很少用 但是偶然我會拿它出來摸一下玩一下 再抹一隻手 因為那個質感實在是太神奇了 大家應該有沒有見過這個質地的眼影呢? 真的很可愛 然後我手上還有幾粒單色眼影 有Eto House 一些雜牌子 我自己特別想說的是 Mono Eyes這個 又是一個回憶來的 以前去韓國一定會去 那間叫Ari Time裡面 買Mono Eyes這個眼影 Eto House我很喜歡它的眼影盤 但是它的單色眼影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永遠都得不到我心 無論它的粉質也好 顯色度也好 我都會比較喜歡它們的眼影盤 Anyway 這些很少用 又可以擋掉它了 然後還有這個Romane的眼影 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閃粉眼影 是最近新買的 應該是這半年裡面 我真的買了三四個顏色 但有些在長洲 真的很漂亮 將它們印在眼皮上蓋中間的時候 是很漂亮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用的 最後就有一大堆Liquid狀的眼影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陣子 我自己是特別喜歡買一些閃閃的眼影 全部都是Liquid狀的 是點在眼中間掃開它 是很有那種極度閃耀 閃到宇宙的效果 那如果在這麼多支的中間 我有Kamek 有Romane 有Holika Holika 等等 一些日本的都有 我一定是最推介的就是Zilla 對 這個牌子 對 現在已經塗不到那種漂亮的效果出來 但是你看到就算乾了也好 它也是這麼閃耀 你看到那種閃亮亮的效果 真的很棒 最後就是今天唯一一枝的眼影筆 我自己是很不喜歡用這些筆狀的眼影 那這個就是Eto House的Bling Bling Eye Stick 那時候我是很喜歡用它去畫臥蠶的 就是若干年前很流行臥蠶妝的時候 畫下去是很年輕很飽滿的那種感覺 我是超喜歡的 我用了超過五支的了 那我終於分享了在這個家裡我找到的眼影了 那當然啦 又有一些在長洲 那我想相比起其他的Youtuber 我是沒有這麼精彩的 因為除了一些比較有歷史性的產品 可能大家會覺得 為什麼你還會留下來之外 其實我是沒有那些公關品 對 我很少收到 所以就沒有很多不同一些新的系列 全部顏色包了給大家看的那些 我就真的沒有的 但是這些全部都是我這麼多年來收藏回來 自己很喜歡 覺得很漂亮 然後密密地買回來的 很多人都會問我 那些東西用完怎麼辦 你買這麼多又不用很浪費 那我知道的 那其實呢 你會發現有些可能我以前介紹過 為什麼現在這裡不出現呢 就是其實我會送給自己的朋友或親戚那些 那他們需要用的時候都會問我拿的 那然後呢 是我承認是有少少浪費的成份 因為我以前真的很瘋狂地買化妝品 對啦 反而現在這一兩年是收斂了很多 以前真的一出就馬上看到一些廣告 雜誌那些 馬上衝出去買的 對啦 那之後去旅行呢 又會覺得 現在不買就沒有機會啦 那真的會買很多回來啦 但是真的會用不完 不過我覺得呢 其實放在這裡我看下去 自己有開心 也有另一個價值和作用在這裡的 我覺得草野有收藏的那種心情在這裡 是另一種的體驗來的 對啦 那Anyway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歡這次這個形式 我也是新嘗試而已 還是大家會喜歡像其他人一樣 就這樣一直說 然後覺得它好用 不好用 然後要還是不要 會簡潔一點呢 對啦 我就不知道 大家都可以給我一些留言 想不想我繼續拍下去 胭脂、光影、陰影、底妝 那些唇膏 唇膏應該有超級多 我都不敢去想 究竟有多少支唇膏 Anyway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是錄的新片 還有星期日的週十二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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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